3月22日,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,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上周末结束 中方如何评价此次对话的成果 华春莹表示,此次对话期间 中方在涉及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问题上缠明了坚定立场 相信美方对此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中方向美方明确指出 主权和领土完整是重大原则问题 美方不要低估中方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正当权益的意志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特别是要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 美方重申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华春莹指出 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态度是明确一贯的 中方致力于同美方实现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、合作共赢 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 希望美方也能相向而行 特别是要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 在此基础上 中方对中美继续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也不会要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 最近常里面的电视力还需要尊重被冲突 我想说是很可思论的 在这里有尊重二位